我洗澡的时候又漏水了 于是我就又联系了水电师傅 与此同时我也联系了建商 我就想看看他们对于已经过饱的这种漏水事件 他们会怎么样的处理 结果呢可能因为已经过饱了 建商就直接断线这样 我就又请水电师傅来一趟 因为实在太奇怪了 当天检查完明明就没有漏 为什么又开始漏了 哈啰大家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 我之前一直在i-drill一系列的po文 就是关于我家漏水 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漏水的过程 还有我最后找出那个漏水的原因吧 我是2020的时候叫屋的 有看我燕屋的影片 应该知道我有找燕屋公司来燕屋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太懂这些 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可以做好燕屋方面的功课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会说 燕屋公司就是为了 现代人爱找茶才产生的职业 但是我个人觉得 人的一生都会碰到很多第一次做的事情 所以你在初次遇到的时候 难免都会有一些紧张和疑虑 我呢那时候就是第一次买房子 所以就会担心这么多 觉得有这个专业的团队来帮我把关 我会相对来说更安心一点 当时啊 燕屋公司其实帮我验了一坨拉股 都是一些小小的瑕疵 没有漏水 所以我当时也就送一口气 我相信啊 郊屋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 最害怕遇到的就是漏水 新城屋的漏水 会牵扯到很多层面 买房子的时候啊 听销售人员在说明 他们都会很强调那个防水工法 公社的部分一定会特别强调 顶楼的防水加强啊等等的 那边一定会有很多倾盆好友跟你说 欸不要买顶楼 顶楼很容易遇到漏水 如果漏水就很麻烦了 当然除了公社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家的防水啊 建商一定会特别强调 他们在阳台啊 窗框啊 卫浴都会做一些防水的加强 尤其在窗框 一定会提到很多那种专业的名词啊 如何去加强窗框的防水 减少地震啊 和下雨造成的损坏 还有一些防水的保护 之后才是贴磁砖 再来就是卫浴的部分 最常听到的应该就是 会做全市的防水 这些其实在我买房子的时候啊 我根本就是有听没有懂 因为实在是太专业了 其实很多建商都会说 法定的防水保固是一年 所以啊我们就比照办理 近期啊就甚至比较常会听到一些建商说 我们的防水保固有两年五年甚至十年喔 听了啊其实会安心许多 但当时的我其实没有这个概念 我就没有特别觉得防水保固很重要 我就心里想 我都找专业的团队来厌污了 如果没有漏水应该就没事了吧 入住后这一年多啊 在几个月前我就有发现 我在洗澡的时候啊 外面干驱的墙角地上 某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水 但是啊那时候我就向建商报修 然后建商就来看过 他们就说位于设备的西利康没有打 导致积水在设备的那个坎里面 所以水就从里面再流出来 建商那时候在修缮的时候啊 就是补墙那个田缝 等到干了之后呢 再帮我打上西利康 之后呢就确实没有在流出水的这个状况了 时隔许久啊 我就是偶尔会发现 墙面那地方好像就湿湿的 但是呢范围跟之前相比 已经小很多了 所以我就不以为意 不过某天在洗澡的时候 我就瞄到那个墙角整个大爆水 然后呢我就开始正视了这个问题 在正视这个问题的当中 我又发现了另一个状况 就是我开脸盆的时候啊 水龙头和冲马桶 洗澡的水柱都会有很大的震动 我就问了水店师傅 他就和我解释了水垂现象 尤其是在高楼层啊 水压垢的地方 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水垂的效应的话是 正常只要有水都会有这种情绪 尤其你从高楼 你越高楼的话 这种效应越大 慢慢管 让它效应比较小一点 好 它关的时候慢慢关 这样就不会这样子 这样就不会 因为你关的小啦 你关小了以后 它慢慢的 它水的效应就不会那么大 这个就让我想到 我之前分享过关于脸盆头 我本来就以为是我的水压不够 现在呢就更能证明 脸盆头其实真的会影响冲力 好 讲完题外话 就来看这个漏水 到底是怎么样吧 师傅一开始就帮我 把这修饰板挖开 然后把那个牙用胶带 重新缠了几次 然后啊在检查的时候啊 它就没有漏了 但是当以为一切都完美了 是因为他们馋太少了 所以才会漏水 但是机率上你漏水的话 它馋的也是OK的 要漏的几率不大啊 因为要漏的话 一开始就漏了 我洗澡的时候又漏水了 于是我就又联系了水电师傅 与此同时呢 我也联系了建商 我就想看看呢 他们对于已经过饱的 这种漏水事件 他们会怎么样的处理 结果呢 可能因为已经过饱了 建商就直接断线这样 我就又请水电师傅来一趟 因为实在太奇怪了 当天检查完 明明就没有漏 为什么又开始漏了 师傅就再帮我检查了一次 上次封过的水管呢 就确定没有漏水 那就再进去看同一面墙 湿区的冷热水管出口处 里面也是干的 你现在再使用看看 我现在很怕是 你这一条在漏水 就怎么测试都没有问题 没有发现漏水 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每次在洗澡完之后呢 就会开始漏水 水电师傅就问我说 你是在洗澡的时候 做什么举动吗 那时候就想一想 觉得说没有啊 我就是洗澡而已 这次开冷水会 对 开热水就不会 不会 不会 但是就是很奇怪 每次在洗完澡之后 就是漏水那地方 就会开始大爆水 就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 水电师傅就觉得这很灵异啊 我比较怀疑的是 因为你水杯都没增加啊 对啊 水杯没增加 表示你水管都没有漏 目前这样墙壁完全是干的啊 师傅说像这样子不正常的漏水啊 又要抓漏 就会变得比较麻烦 有可能要把墙壁整个敲掉 才可以找出漏水的源头 或是啊就要先把墙壁水管的周围 先用水泥封起来 因为我如果整个把它封掉 这边就是绝对不会出水嘛 啊你水就往旁边跑 啊到底你要从哪里跑的时候我就不知道 然后看看那个水会往哪里跑出来 再慢慢去抓这样子 整个听起来都很可怕啊 我就直接跟师傅说 我新家才住一年欸 我根本不想要敲墙壁 后来啊师傅就跟我说 那就用分区去测试漏水的方式 不过啊这个就要花比较久的时间 每个水源点这样慢慢的去试 我们马桶这边水先不要用 不用了以后你看它会不会漏 如果还会漏 表示跟上面这一段的都没关系 热水关了 冷水正常使用 看它会不会漏 你这不是复杂 你这次太夸张了 第一次碰到这样子 热水关了 关个两天以后都没事了 换关冷水 太热水 就知道哪一段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先试了以后 热水你至少要关个两三天喔 没事 换冷水关个两三天 因为不一样样做的话 这个 怎么太神奇了 因为啊没一个水源 还要等它关闭两三天后 墙内的水啊都干了 才可以再测试下一个 那我当然就同意这个做法啊 因为就可以不用敲墙壁 水电师傅就开始教我啊 怎么去关水源啊 怎么做测试 然后呢 他就讲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 那个平台不能冲吗 如果真的去冲了会怎么样 啊但是我怕是里面弄 然后跟着墙壁里面跑出来啊 我就恍然大悟 想说冲那边会怎么样吗 水电师傅就说会啊 这种形式 一个平台啊 你看起来好像很好看 但是其实里面就是没有试板的 如果你把那个平板拿开 你就会发现墙壁后面 其实就是两个大洞 分别是冷热水的出水管这样子 如果啊你在台面去冲水啊 那个水啊 就会跑到那个冷热水管的那个洞那边 就会开始往墙面里面去跑 最后呢就看哪边有洞 水就会从哪边流出来 因为它磁砖里面如果有缝 它跟着它跑 它墙面有缝的话 你水这样冲 它往里面跑 它又刚好没有修饰盖 它有可能跟着磁砖跑 他不会真的是我吧 因为我洗澡之前都会上面冲下面冲 水就跑进去了这样 因为那个平台啊 其实就很常积一些泡泡啊 或是头发 那看了就有点烦 所以我就常常会去这样冲它 师傅就说啊 因为这个漏水属于不正常的漏水状况 真的很有可能是我这样子去冲的导致的 洗澡的时候呢 师傅特别叮叮我不要再去冲那个地方 测试完毕 就证实应该百分之九十以上 很大的机率就是人为因素 脸膨头直接这样子冲 然后水就从这台面这边流进去 然后因为这个里面是没有试板的 所以可能就直接跑进了这个磁砖里面 然后沿着水泥这样子 就流到那边的孔 然后就从那个地方漏水了 师傅啊就是建议我 要么就是把台面式的淋浴龙头换掉 如果你要用这种 尽量就小心一点 避免水跑进去 这个就是试板 然后那种平台型的啊 里面应该就没有装这个 这间就是冷温水管 水冲量大的话 你从这边冲 它一样会往旁边这磁砖里面跑 这种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你这样子有没有 你看不到里面 真的想换联盟头 我建议是换冷温的 有看我之前装潢系列的影片 其实有一集就是在讲冷气的安装 那时候就很多观众在底下留言说 我的冷气安装的有一点点问题 所以我就想说 也请师傅帮我检查一下 果然是冷气的管线保温不足 之后可能会有那个冷凝水的疑虑 冷气这件事情啊 真的要找到好的厂商才可以省心 不然你可能装好之后问题一大堆 像我之前就遇到还蛮多冷气的状况 以上是我这次的爱家小分享 最难是我自己刷寸导致的 最难是我自己刷寸导致的 小庆幸正是人为因素 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漏水问题 但是像那种台面式的淋浴设备 谁会知道不能这样冲水啊 这件事情也让我惊觉防水保固的重要性 还有公班真的要好好找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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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 permission要打赏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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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